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种一言即出永无更改的信约 一种发自内心的亏欠和付救 少年的表情严肃 已经接近了沉痛 他接着说 还有一种两情相悦生死不渝的爱情 然而你少说了一件事 亲切 老内人说 血浓于水 亲情 那永远是人类感情之中 基础最深厚的一种 也是在所有伦理道德之中 最能受人推崇和敬仰的一种 张哲了解少年的情感 所以他说 我也有很多朋友是很重情感的 有的人重友情 有的人重孝体 有的人重情 有的人重义 他们情之所重之处 也就是他们的弱点 少年说 是 情之所重 虽然令金石为开 可是换句话说 别人只要一分之情 也一样可以把他的心 劈成两半 说得好 说得真好 少年接着说 楚刘湘之所以能够成为相帅 那就是因为他有情啊 他有情 所以才能以真心爱人 以真心爱人 所以别人才会以真心爱他 就算在生死一发的决战之中 往往也是凭着 这一份对生命的真情真爱 才能摧毁对方的意志 而反败为胜啊 这个道理 长者也明白 一个没有爱心的人 怎么会有信心 一个没有信心的人 怎么能够决胜呢 少年的声音中充满了信心 他接着说 如果要楚刘湘付货 我认为 当然只有用一个情字去打动他 因为 楚刘湘的情 是无所不在的 长者归纳少者的意见说 嗯 你的意思是说 江湖中有一部分对楚相帅 身为忌惮的人 一直都不相信他死 为了要正视这一点 他们甚至不惜淘下 极大的力量和物力 组织了一个 机密的组织 来实行一个 非常周密的计划 是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样 要进行这个计划 第一 当然是要找一个 楚刘湘 非救不可的人 然后 将他置入险境 不错 可是 楚刘湘纵然为此 也已经退出江湖 又怎么会知道 他有这么一个至亲好友 身在险境呢 长者想了一会儿 接着说 嗯 明白了 要确定楚刘湘 一定能知道这件事 当然 就得先让这件事 轰动江湖 啊 江南慕容于铁大爷 这一战 双方各率死士 远赴边陲 是一阵之人 全都离家彼户 嗯 这一战 在未战之前 就已轰动了 少年说 所以 你认为 这一次飞鸽行动 是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 嗯 好 可是我还有一点疑问 嗯 江湖传言都说 楚相帅之死 是被当年慕容世家的家长 清成公子 社稷陷害的 这个故事 少年当然也知道 长者就问他了 慕容和相帅 既然有这样的一段恩怨 那么相帅 为什么要救这一代慕容呢 少年沉默着 过了很久才说 相帅 是个多情的人 而且是属于大众的 如果说他一生中 只有一个女人 至少我就会觉得 他不配做楚留乡了吧 他不回答长者的问题 却先说了这一段 和他们讨论的主题 完全无关的话 然而长者 还是平心静气的 听下去 少年淡淡的接着说 这样一个人的情感 也许已经很麻木了 可是等到他真正爱上 一个女人的时候 他爱的 那是比任何人都要深的 这种人的情感 我是能了解的 我想 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的 岁月匆匆 忽然而逝 得以知己 死亦无憾 所以 我想相帅一定也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 他就算是因林欢玉而死 那相帅也是毫无忧怨的 何况林欢玉在处留乡 失踪后不久 也相消欲远了呀 江湖 江湖上的人 是一种什么样的人 在某一方面来说 他们也许根本就不能算是一种人 因为他们的思想和行为 都是和别人不同的 他们身世如飘云 就像是风冲的落叶 水中的浮瓶 什么都抓不住 什么都没有 连根都没有 他们有的只是一腔血 很热的血 于是江湖的人开始伤心了 甚至最豪爽 最开朗的江湖人 都难免伤心了 甚至连处留乡的仇敌 都难免为他伤心了 而且把林欢玉看成了一个蛇蝎般的女人 只有楚留乡 自己是例外的 因为和林欢玉 他们不但相爱了 而且互相了解了 林欢玉死前还说 如果楚留乡 还活着 一定会原谅我的 不管我对他做过什么事 他都会原谅我的 因为 因为他一定知道我对他的感情 就是什么事都是假的 我对他的感情 那绝对不是假的 少年接着说 所以 相帅一定要救慕容 因为这一代的慕容 是从林家过继来的 林家和慕容是姑表亲 这一代的慕容 就是林欢玉的 嫡亲兄弟 有一夜 在月圆前后 是牧春时节 在远山的一个小木屋里 两个人 两个人间什么都没有了 只剩下了一片 浓得化不开的柔情 就在那一天 楚留乡曾经告诉他 愿意为他林欢玉 做一切事 但林欢玉只要楚留乡 做一件 他要 他照顾他的弟弟 他说 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亲人 我希望你能善待他 只要你活着 你就不能让他受到别人的欺负 你只要答应我这件事 我无论是死是活 都感激你 楚留乡答应了他 扭了这句话 楚留乡如果还活着 怎么会让慕容死在别人的手里呢 长者叹息了一声 哦 对对对 是啊 只知死地而后生 用这句话来形容这件事 虽然有些不妥 嗯 这又别有深意啊 在这种情况下 嗯 相帅好像 好像只有复活了 那么这个计划 无疑是成功的 年轻的人说 纵然成功 因为后世所不耻 为什么 因为他太残酷 残酷 嗯 病假争胜 无所不用其极 你几时见过战争上有不残酷的 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样子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计划不但残酷 而且完全丧失了人性 表面上看 这个计划好像是非常理智而文雅的 其实却残忍无比 只有完全灭绝了人性 才能做得出这种事 少年人一连用了 残酷 残暴 残忍 三个词来形容这件事 连嘴唇都已经因愤怒而发白了 他接着说 在这个计划中最可怕的一点 就是所有在这次计划中丧生的人 全都是无辜的 而且完全不知内情 他们本来是为了一点江湖人的义气 去做一次名誉之战 虽死不惜 如果他们知道 他们只不过是一批被利用的工具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死不瞑目的 我明白 长者的声音很沉重 尤其是明察秋毫柳先生 他的死实在是令人非常痛心 柳先生当然要死 如果他不死 如果他破了死亡 这次的飞蛾行动 岂不是要功败垂成 但是这次行动既然名为飞蛾行动 那么这个结果就已经早已注定了 破的飞蛾只有死 柳先生是飞蛾 所以柳先生当然只有死 死了的人不会知道内情 当然更不会知道别人攻击行动的始末 所以这个事情其后的发展 只有落在那个还没有死的人的身上 他 那就是整个事件的策划者 天下有什么比这个事件更难以让人理解的 因为行动如果成功了 反而对他来说就是绝对的失败 而行动失败了对他来说才是成功 彻底失败便是完全成功 在这里死亡竟成了他最大的胜利 少年接着说 在这次事件中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 我们好像这些都忘了 他说的当然就是那两个穿白布衣袍 以白金蒙面一直跟随在慕如身边的少女 尤其是小苏 小苏就是苏苏姓苏 名字叫苏 就是陪柳先生去偷袭死亡的那个人 也就是要了柳先生命的那个人 少年为自己解释说 我认为他是一部暗器 慕容当然很了解柳明秋 所以先把他们安排在他的身边 因为他确信柳明秋一定可以看得出 这两个女孩的潜力的 这只不过是慕容把他安置在身边的一个理由而已 不管怎么样 柳先生在偷袭死亡的时候 果然就选中了苏苏做他的搭档 少年接着说 因为柳先生虽然明察秋毫 可是再也想不到 你慕容身边最亲最近的人 会是指自己与死命的杀手 就因为想不到 所以小苏才能置他于死地 像柳明秋这样的人 本来根本就不会有想不到这种情况的 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任何人 因为无论如何 在任何一个老江湖的心目之中都绝不会想到 这样一次计划周密的行动 他的目的竟然是 竟然是求败 而不是求胜 少点叹叹了一口气 接着说 这一次行动 的确可以说 该写了江湖的历史 可是无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 要刺杀柳明秋这样一个人 那还是很困难的 苏苏这个人本身 当然也有他的条件 刺杀高手 必须的条件就是速度和机会 一定要能在一刹那间 把握住那烧纵机事的机会 这两点都需要极其严格的训练 一种只有非常直接化的杀手 才能够介绍到严格的训练 少年术 那么 您认为像苏苏这样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她是那样的一个人吗 应该是 张哲书 要训练一个能在瞬息间 置人于死地的杀手 一定要在他幼年的时候就开始 有时候甚至在他没有出生 就已经开始了 那我又有一点想不通了 哪一点 一个经过如此训练的杀手 怎么会在他达到任务之后 自己就消失了呢 没有 他没有消失 他只不过暂时脱离的这次行动 你有没有听说过有关他的事 我好像听说过 听说他一击得手之后 就忽然昏过去了 是 一个酒精训练的杀手 我认为 已经应该有非常坚韧的意志啊 他怎么会昏过去呢 那是因为他看见了一张脸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在他活着的时候会看到这张脸 他还没有想到这张脸会在这一瞬间忽然在他的面前出现 那么 这张脸是一张什么样的脸 为什么会令他如此的震撤呢 这张脸是谁的脸 是极丑陋的 极怪异的 极邪恶的 还是极美裙的 一张极美裙的脸 能不能会让人昏倒呢 一个人不管是因为受到什么样的惊害而昏过去 总有醒过来的时候 为什么 苏苏却好像就在那一瞬间忽然就消失了呢 现在他究竟是死还是活 还是已经被那个人带走了呢 苏苏 秀秀 他们的身份无疑都很神秘 在这次行动之中 所扮演的角色 无疑都非常的重要 那么他们究竟是什么身份 他们所扮演的究竟是什么样的 角色呢 少宁接着问 我认为还有一件最奇怪的事 什么事 如果说他们一直以白面蒙击 是不愿意让别人看出他们的面目 这已经是不合理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在江湖之中出现过 根本就没有人们认得他 更令人想不通的是 他们为什么一直都要穿那种直通通的白布衣服 把自己的身材给演示起来呢 这一点我懂 嗯 他们这么做 那是为了慕容 因为他们的脸太美了 身材太诱人了 无论对任何一个男人来说 那都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 可是 我知道大多数人都喜欢这种诱惑 诱惑越大 越令人愉快呀 可是慕容却是例外 大多数男人都是这样的 为什么 因为 慕容虽然精彩绝艳 是人中的龙凤 只可惜 这一个时候 秋月已远 慕容仍然坐在长街上 就好像坐在自己的庭院 与余佳人在赏月一半 铁大爷看着他 忽然频频叹息 嗯 不管怎么样 你是个有勇气的人 像你这种人 在江湖上已经不多了 慕容沉默 铁大爷 接着说 何况你并不是慕容家的人 我与你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仇恨 我也并不是一个喜欢杀人的人 慕容忽然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 只不过是说 我并不一定要杀你 我只要你给我一点点面子 慕容 静静地盯着铁大爷 他看了很久